富里乡永丰村文子洞桥 受到去年9月海溃台风 豪雨的影响 河道水量过大冲刷了桥墩 造成基础不均匀而呈现 桥面曲折的变形 华林县政府担心农民通行的安全 在桥梁的下游处规划了临时的变道 文子洞桥也将要动工 而9月26号下午特别办理了动土仪式 县长徐中卫表示 在明年的6月之前 就会完工来通车 桥面湾区变形 从侧面来看 桥墩不均匀呈现 这是一条富里乡的文子洞桥 在去年海溃台风时遭到豪雨冲刷 部分桥梁被破坏 人车无法通行 目前居民都是使用变道桥 但是一旦下雨就会被冲刷 居民表示这里大部分都是务农 桥一旦中断了就无法工作 更也中断了连外道路 这边的人住家没有好通过 现在就做便桥坐到那边 是是是 做好就比较好 现在是临时着异了 江公所与县福在文子洞桥尾 举行了动土典礼 邀请当地居民县议员 相代表共襄圣志 许正会说这条文子洞桥 已经使用41年 这次工程将会从原本的单行道 拓宽为双线车道 让通行汇车更方便也更加安全 县政府也呼吁 预估完工时间是114年的6月 现在已变道替代原通行路线 特别提醒民众以及农友 经过时务必要减速慢行 注意安全 让居民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副理箱 采访报道